美匯指數 上星期見到高位 上星期目標價92.5%之後 明顯是做一些技術性的回落 去到91.8%的水平 維持在今年以來的較高位置 美匯指數在這星期 一個MC 開會 加上幾大央行 行長都會說話 可以是一個超級的央行發言周 特別要留意著美國對知識利率 或者對曲線利率 通脹等等的說法 所以在星期三前 我相信美元都會維持在 現有的91.7%附近的水平 做一些Sort Range 即是其他非美貨幣 我相信都是行一些很短的區間交易 而今次的美元上升很大原因 看回CFTC的持倉 其實很多美元的空倉 其實是從歷史性高位 明顯地減持的 已經回到去年11月的空倉數量 即是很多做沽美元的投機機構 其實已經在今次做了Provertaking 亦都令到美元上升到92以上的水平 今次如果在通脹上高 或者資質曲線等等 會更加提高一些說法 或者更加會控制自己的空倉 或者可能是平衡上高 資產負責表的調整 甚至我負責通脹 都會視為對美元做向好的訊號 不排除之前的空倉 會進一步去做Liquidation 即是Provertaking 所以我相信星期中以後 會是比較關鍵的時候 今天亦可以留意英國方面的央行 對於經濟前景等等 或者利率方面的講話 這個較加快的講話 會否令到英鎊跌穿1.38的資產位 因為之前在1.4期做了 技術上高貨做了一個雙頂 暫時是1.38是一個關鍵的資產店 如果跌穿1.38 又比今日英國數據較多 會跌穿1.38 我相信下一個支持位 會跌穿1.358的水平 無論如何 會跌穿1.39 未試跌穿1.39 最重在1.38